人為何會劈腿 為何會愛上彼此 又為何會發展出保持忠貞的一夫一妻制 首先我們先來定義一下 通姦不一定要有性行為 而是只要被認定為對配偶不忠就算通姦 心理學家調查發現 意大利人在外偷情的比例 男性高達55% 女性則有45% 也就是說在意大利 偷吃是眾所皆知的事情 但是整個社會都有一個禁忌 就是不能在公開場合 提到這個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情 人類學家George Muddock 研究世界上148個社會 發現有120個社會有通姦禁忌 但卻有24個社會允許通姦 尤其是在特定節日 特殊場合的時候 例如住在巴西亞馬遜雨林的齊庫魯族人 部落裡的人 每個人都有4到12個情人 而且非常喜歡討論自己的偷情經驗 他們認為這是一種性自由的表達 社會並不會用法律來懲罰 因紐特人甚至有戒妻的習俗 如果獵人之間想要鞏固彼此的友情 就會給對方借用老婆一下 只要是在女方同意的前提下 妻子就可以跟獵人朋友一起共度幾天 對因紐特人來說 這不叫做通姦外遇 而是一種建立親屬關係的儀式 大家都是一家人的那種感覺 大家都是表兄弟 在中世紀的歐洲 甚至流傳著一種習俗 就是在成熟結婚的時候 封建領主可以奪走他們新娘的出業 這叫做出業權 像是中世紀的蘇格蘭貴族就有實行這種習俗 但同時 西方也受到猶太基督教文化的影響 而把通姦視為一種罪惡 因為猶太教把丈夫與妻子之間的愛 比作是上帝與以色列人民的愛 如果通姦就好像是背叛上帝 對上帝不忠 反而是在中國古代 通姦的定義比較寬鬆 男生可以嫖妓、納妾、跟奴隸發生關係 這都不算出軌 只有跟已婚婦女上傳才算是通姦 因為這等於冒犯了女方丈夫的家庭 父系祖先 如果大多數人類社會都有道德、法律來禁止通姦 那就代表世界各地的民族都會搞通姦 所以才需要刻意禁止 那我們就要問 為什麼人類老是喜歡偷情呢? 經賽性學報告發現 首先這跟社經地位有關 藍領階級的人是在年輕時常常出軌 但是40歲以後很少偷情 相比之下 白領階級的男性年輕時很少偷情 但是50歲以後出軌機率增加 也就是說 有錢的男人老了以後就更容易有婚外情 生物學家Klaus Wedekke做了一個著名的捍衛T-shirt實驗 讓女生紋男生的T-shirt 請他們選出紋起來最性感的 結果發現他們選出來的男性 免疫系統裡的MHC基因都跟他們自己的基因不同 如果雙方的免疫系統中這段基因相似 未來在生殖或是懷孕時就可能出現問題 但如果這段基因不同就可以增強免疫系統 所以簡單的說 人會被免疫系統互補的人吸引 後來生物學家用這個結論又做了一項研究 發現如果一對情侶的免疫系統基因是類似的 而不是互補的 那這對情侶會有更高機率在外面偷情 所以出軌其實是人被基因更互補的人的氣味給吸引 生物學家Sarah Bluffer-Hurdy提出另一種理論 她發現母的黑猩猩發情時 會到處跟公黑猩猩交配 但不是為了生殖目的 而是為了生存 一來,她可以跟其他公猩猩建立好關係 他們就不會殺死她未來的小孩 二來,到處交配 可以混亂父子關係 所以小孩生下來後 每個公猩猩都可能擔心是自己的小孩 就會像父親一樣照顧這個孩子 所以女性偷吃 其實是父權社會裡的自保策略 透過跟更多男人建立關係來獲得更多資源 所以黑猩猩簡直就是歷史上最早的工具人 最後還有一種理論是神經科學的解釋 神經科學家發現 在戀愛中的人 如果給他們看愛人的照片 比對一般人的照片 看到愛人時 大腦的VTA區域會非常活躍 這個區域負責製造多巴胺 可以說是大腦的興奮劑工廠 而且這個區域是靠近飢餓口渴感的原始腦區 也就是說當我們看到愛人時 大腦就會變得很飢渴 但是這個VTA區的活躍是有保存期限的 通常只會持續12到18個月 所以這段時間就是我們所說的熱戀期 那熱戀期為什麼會消退呢? 因為我們大腦的神經回路已經習慣了這些興奮劑的刺激 所以久而久之看到戀人就不再那麼興奮了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這樣喔 神經科學在研究那些結婚長達20年 卻仍然在熱戀的人 發現他們大腦的VTA區域活躍程度 就跟剛墜入愛河的年輕人一樣 以上就是人為什麼會出軌的三種科學解釋 免疫系統互補基因的吸引 父母權社會的自保策略 還有大腦熱戀期的結束 除了用基因、黑猩猩來解釋人類外遇 作者還提出了一個更驚人的解釋 事實上在整個哺乳類動物界裡 只有3%的動物才行一夫一妻制 像大行星就是一夫多妻 但是人類卻是一夫一妻 所以我們應該要先去問 要求忠貞的一夫一妻制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作者認為人類最早演化出來的一夫一妻制 其實是400萬年前 因為非洲森林面積減少 人類祖先被迫從森林轉向草原生活 那為了適應地面上的生活 人類祖先就必須從四隻腳在樹上爬 轉變成直立行走 這樣雙手就可以空出來採集食物 但是演化成直立行走後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以前用四腳爬行時 媽媽可以把小嬰兒背在背上 但現在變成直立行走後 就必須把小孩抱在懷裡 但是原始人怎麼可能同時抱著嬰兒 又可以逃過野獸的追捕呢 很簡單 社群就分配一個男人給母親當保鏢 讓這個後代可以存活 那最適合的男人當然就是這個嬰兒的父親啦 所以一夫一妻制就開始出現了 但是這種一夫一妻制只有維持在生育季節 也就是三到四年 因為在嬰兒三到四歲斷奶後 其實就不需要男方的照顧了 斷奶後的小孩會加入整個部落的幼兒群體 由整個大家庭的手足、長者一起照顧這些小孩 所以其實在四百萬年前 人類祖先演化出來的是生育季節的一夫一妻制 伴侶只需要在一起三到四年的時間 不需要終身相守 除非四年後又生了第二胎 進到下一個生育季節 這解釋了為什麼在狩獵採集社會裡 人類的生育間隔都是三到四年 南非的康恩族、澳洲原住民、艾斯基摩人 新幾內亞原住民 他們都是每四年生產一次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全球統計數據上 第三年、第四年通常是離婚的高峰期 因為即便過去一萬年來 人類開始定居出現家庭制度 厮守一身的價值觀 但是生育季節的一夫一妻制 依然保存在我們的演化機制裡 所以結婚後仍然會出現三年之癢 更巧的是社會學家發現一個人被愛人拒絕失戀之後 平均走出情商的時間就是三到四年 事實上這種生育季節的一夫一妻制 也出現在其他動物的世界裡並不稀奇 例如母赤狐生下小寶寶後要為小赤狐哺乳 所以不能自己出去覓食 但這樣母赤狐就沒有食物吃會餓死 所以赤狐也發展出了生育季節的一夫一妻制 在生肠後的三個星期都會有一隻公狐狸帶食物回來給母狐狸 牠們就像夫妻一樣 但是隨著小狐狸慢慢長大 可以獨立覓食之後 公狐狸就會越來越少回家 最後連赤狐媽媽也會把長大的小孩趕出巢穴 然後去過自己的生活 這種生育季節的一夫一妻制 也讓我們的靈長類祖先 演化出有依附感的大腦回路 父母在生下小孩後會產生摧殘素與血管加壓素 這些荷爾蒙會讓伴侶產生依附感 想要陪在對方身邊 也會強化母親跟嬰兒之間的連結 讓嬰兒更渴望從母親身上得到安全感 但是把嬰兒養大之後 這些荷爾蒙就會逐漸減少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一開始熱戀期都是先有性衝動 日子久了以後性衝動就越來越少 轉變成衣附感 除了衣附感以外 就連男人的性器官都可能是一夫一妻制的演化產物 因為跟黑猩猩比起來 男人的鎬丸製造出的精子 無論是製造量、儲存量、品質都比較少 因為黑猩猩社會裡沒有一夫一妻制 所以母猩猩可以跟不同的黑猩猩雜交 導致公的黑猩猩必須跟其他黑猩猩的精子競爭 也就必須演化出更大的鎬丸 才能儲存更多的精子 但是人類因為有一夫一妻制 男人就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樣那麼競爭 結果就演化出了更小的鎬丸 更少精子量 總結來看 四百萬年前人類轉變成直立行走 竟然開啟了一連串與人類性愛有關的演化革命 一夫一妻制、三年之養、依附感的大腦、還有小鎬丸 前面我們講的都是人為什麼會偷情 現在我們來講講人為什麼會相愛 作者提出了許多有趣的觀點 那我整理了四個我覺得最有趣的相愛因素 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剛剛提過的氣味 動物界裡有250種動物會用氣味來求愛、誘惑對方 用最有名的就是鵝的費洛蒙 而剛剛我們提到的捍衛T恤實驗 也已經證明了人會被免疫系統互補的人吸引 所以氣味如果不對就是無法匹配 在巴爾幹半島地區甚至有個傳統 男人會在節慶時把手帕夾在腋下 再把手帕當成禮物送給他們腰舞的女伴 讓女伴知道他們腋下如何 第二個相愛因素是童年經驗 心理學家發現 其實人在5到8歲時就開始會建構理想情人的模型 這種心理模組可能是源自你跟父母親的相處模式 例如什麼互動會讓你感到興奮 什麼互動會讓你感到反胃 如果有些人的行為一直讓你想到你的母親 那你可能就不會愛上他 或者是可能就會愛上他 也就是說其實早在長大成人以前 我們就已經有一個愛情的理想型了 只是在遇到近似的人之後 再把自己的幻想投射在對方身上 沉溺在自己的愛情泡泡裡 第三個相愛因素是審美觀 因為每個社會的審美觀標準都不同 一般人都會更傾向自己的社會的審美觀 例如歐洲人出世到非洲時 非洲黑人其實都覺得白人長得很醜 因為他們看起來都像是白化症患者 好像生病一樣 或是在南非的納馬族人 就認為垂吊的陰唇是美的象徵 沒有下垂的我還不要 第四個相愛因素是 要有一定程度的不熟悉感 在以色列有著名的集體農場 社區裡的人過著自己自足的共產主義生活 那社會學家就好奇 這些人從小就生活在一起 就像親兄弟姐妹一樣 但是人通常不會愛上自己的兄弟姐妹啊 那在集體農場裡愛情生活是長什麼樣子呢? 研究結果發現 集體農場裡的人通常10歲以前就會成為青梅竹馬 每天玩在一起 而他們長大後幾乎沒有人會愛上對方 社區裡的2700對夫妻裡 只有13對是從小就玩在一起的 也就是說 人們幾乎不會愛上他們非常了解的人 要有足夠的不熟悉感 才能在兩個人之間產生情愫 旦若 不過 , 是